9点35分 摄影完毕 就在委员们纷纷转身走上台阶的时候 记者群中突然冲出一人 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 高呼 打倒卖国贼 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开三枪 一枪左拳骨 一枪左臂 一枪后背 汪精卫 应声搞定 听到枪声的蒋介石急忙下楼 匆匆走到汪精卫身边蹲下 一把握住汪精卫的右手 倒在血泊中的汪精卫一面喘气 一面对蒋介石说 蒋先生 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 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汪精卫的妻子陈碧君 想到蒋介石并未出席拍照 顿时一心大作 陈碧君就大发雷霆 说蒋先生你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提 那么你用不着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陈碧君素来看不上蒋介石 再加上汪精卫在和蒋介石历来的 争权夺利中一直处于下风 此时汪精卫被刺 陈碧君当然不会放过蒋介石 利用舆论矛头直指蒋介石是幕后策划者 消息传出后蒋介石白口莫辩 震怒之下的蒋介石对军统局局长戴力痛加训斥 则令其限期查明真相 蒋介石一度被怀疑为刺杀事件的指使者 还有人质疑刺客能够混进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不行思 说明刺客一定不是异语之辈 恐怕有着极深的背景 不久之后案件宣告侦破 实时刺杀汪精卫的是华特之领导的一群爱国人士 这些人不满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 等着以记者采访新闻的便利 接近蒋介石准备将其刺杀 可是谁知蒋介石竟然到时没有出现 实施行刺的孙凤明临时决定 将枪口对准了汪精卫 汪就这样成了蒋的替死鬼 案情公布之时 南京方面又说 刺客系受共产党指使 或是斧头帮王亚乔所策动 但很多人仍然是将信将疑 认为南京宣布破案 不过是蒋介石在使用障眼法而已 直到刺汪案一周年之时 华客之为了纪念因此遇难的孙凤明等战友 撰写了《告全国同胞书》 这封书信发表之后 蒋介石才从刺汪的遗孕当中被解脱出来 经过抢救 汪精卫虽然侥幸不死 但从背部射入的子弹 身陷在他的胸脊柱旁 无法取出 九年后也成了他的致命之伤 而由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武权大会 却在汪精卫负伤一个月后 如期召开了 汪精卫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院长 请外交部长职务出国养伤 但这次他将妻子陈碧君留在了国内 蒋介石再次一人独揽大权 在欧洲疗养期间 两广事变爆发 汪精卫曾一度萌生回国的念头 但最终还是听从陈碧君的劝告 静观国内局势的变化 就在这时 1936年12月 西安事变爆发 蒋介石被张学良养虎成 扣养 陈碧君很快就向汪精卫发了电报 所以在接到这个 陈碧君电报以后 这个汪精卫很快就着手回国 陈碧君并没有随汪精卫去养伤 而是留在国内静观时局变化 为汪精卫找到一个 可以重返政治舞台 重新手握大权的时机 这次的匆匆电报 正表露了这对夫妻的心声 但是 事与愿违 汪精卫还没到国内 西安事变就已然和平解决 蒋介石重新回到了南京国民政府 当汪精卫回到国内时 时局早已变了个样 全国一致要求国共联合抗日 原来以 壤外必先安内为合作基础的 蒋介石汪精卫 这次又会以何种形势联手呢 这对政治上的生死对头 又将上演怎样的恩怨大戏呢 下期继续为您揭秘汪精卫和蒋介石 这对政治上的生死对头